政府不查的湘民監察院查给大家看 今天湘民監察院要查什么案子 我们先卖一下关子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资深媒体人 范启明 启明 李建哥好 各位观众网友大家好 第二位也是我们台北市议会的好同事 许巧新 哈喽大家好 自称议美大爷人实际上不是 就坐等台北班出真议美 是哦 你今天又要开地球炮了 没错没错 等一下就要打开来吃 等一下就要打开 你可以先吃没关系 来我们旁边另外一位 也是我们的国民党前班人 也是我们现在的资深政论评论员 吴文琪 李建哥好 大家好 好刚刚有提到 巧新之已经先开了地球炮 上礼拜他代言了 没有 没有代言 没有代言 只是在节目就像这样子平常的一天 然后呢 刚好呢 节目提供给我某一个牌子的坚果 然后我们就在频道上面这样吃吃喝喝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呢就有塔利班网军说 哦 许巧新怎么可以代言那个品牌呢 太糟糕了我要拒买 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 但他就发出去之后就很多色役网军就分别的去进攻 跟这个出真外 那个 不要讲出来 差一点讲出来 所以你节目没有讲代言哦 当然没有啊 我又不是代言人 那是谁说你代言的 是塔利班自己扣上去的吗 他自己问说请问他是不是代言人 然后呢 那个厂商当然说 天哪 许巧新不是代言人 他们就说哈哈 许巧新被切割了 不是啊 从来就不是代言人要切割 切到哪里去 我看新闻来说是你要取代Jennie Jennie还出来澄清 所以这完全都是塔利班在从中做梗 从中在造谣了 没错 他们就是觉得说看到你吃什么 就去出真那个牌子 讨厌你就顺便出真他 但这种文化我觉得实在是太白痴了 那完蛋了你现在在吃的是哪 所以呢 后来我就开始呢 就现在原来吃什么就是什么的代言人 如果塔利班的逻辑成立的话 那我就是志愿义 那这一家是什么 义美啊 义美 那个请名吃一包 文琦文琦你刚不是要吃吗 我还吃鸡 超好吃的 这一家后来我记得他以前早期是跟民党关系很好啊 没错 我记得很好吃 很好吃吼 所以东西有没有蓝绿啊 照理来说没有 可是塔利班的眼中里面 任何事情都要先区分蓝绿 是喔 所以塔利班从今天开始也要围剿一枚了 对 请记得出真好不好 下一次我们可能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吃海霸王 更精彩 海霸王 好啦 我们下次去海霸王直播好了 其实海霸王也很好吃 很多人版的喜宴都是在海霸王好不好 这些塔利班 你是头发的头发热去是不是 巧新吃个 真果还是 坚果 坚果啦 万叉牌坚果 很多人都爱吃 没有蓝绿 那巧新也不是代言人 他只是嘴馋而已 节目提供了就吃 然后再要围剿他 你头发热了 塔利班这些人 你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 太胡搞了啦 那巧新 心有戚戚烟 那刚刚为什么讲说他被围剿呢 一样上礼拜台北政坛有一个被围剿很惨的 他就是阿伯 柯文哲 柯文哲办的演唱会 老讲我们跟巧新都在台北市议会呆过 听过阿伯演唱歌很多次了 阿伯老讲歌声不怎么样 我们好有默契来拍一下 我第一次我们就职第一任的时候 阿伯真的他就在舞台上 自己一直在唱歌一直在唱歌 然后坐下来我跟阿伯说 你到底要唱几首啊 你为什么那么爱唱歌啊 结果他回答一句跟我讲什么吗 他说我不去唱歌 我不晓得要跟你们聊什么 他只是要避免尴尬而已 好啦这过去 那阿伯开了一个演唱会怎么样 被围剿 大家都在围剿他 你不觉得跟巧新的情况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吗 他被绿云彻翼围剿 第一个就说假演唱会争募款 因为阿伯的演唱会一张卖8800 不便宜啦 跟南韩的天团的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又讲说他的kipel手 是不是正牌5月天的kipel手 是假的 那第三个 还说他的演唱会的主办 是亲中过去都是在大陆办演唱会了 所以一直被围剿 到昨天很多民党的 包括民党明代 包括民党议员林元凤 都跑出来说假演唱会争募款 那还有很多这些 包括民党为什么那么围剿阿伯 一个演唱会这么单纯要围剿 要围剿他 小心你觉得有没有心有戚戚烟阿伯 怎么一个演唱会那么单纯 被围剿成这样 我觉得克文哲最近的民调 这个就是应该是说他有一度冲起来嘛 然后现在是稳定大概第二名左右 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民进党在帮忙他 我觉得真的都是民进党在帮忙他 因为国民党不可能去帮他嘛 那民进党一直在拿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出征他或是他的支持者的时候 那当然就让年轻人更集中 往克文哲去看 因为很讨厌你民进党嘛 所以先前第一个先出征丁特 你出征丁特网红直播主 当然大家觉得你民进党莫名其妙 就支持丁特反民进党 然后再来呢 他开了这个演唱会 人家开个演唱会你不喜欢不要看 也就没事了嘛 可是呢 他们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 就是有个小周老师 他是五月天的这个keyboard老师 可是因为过去 在这个KP Show的准备期间当中 克文哲他们就讲说 这一次呢他们的团队里面 有五月天的这个keyboard 那是谁呢 其实也有点出名字 是一个郑老师 他是过去曾经担任过五月天的和音 那这次来担任这个克文哲的keyboard 那我们在外面讲话本来就不会讲到这么细节这么清楚 但是确实我回去 我有查证过 确实过去柯文哲团队有讲过 所以他们并没有要故意指说 我们请了这个小周老师 然后故意去让他 因为他本来就绿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这么绿 被说是在柯文哲的演唱会表演 假如有这件事的话他当然会生气 可是从头到尾人家没有点名他 人家也没有说他 然后呢就开始民进党的塔律办一条龙产业就开始了 小周老师这篇贴文就被包含王定宇等人 疯狂转贴 测译疯狂转贴 说柯文哲他就是不老实不诚实爱说谎 你明明就没有找五月天的keyboard 你竟然直接讲说你找了 那是太糟糕了怎么可以又说谎 但结果呢不到十分钟吧 马上被打脸 因为郑老师如果过去曾经真的有担任过五月天的 整个活动现场的其中一份子 那你去讲说我请五月天的来做keyboard 这句话本身没有太多的问题 那你说细节上面有没有那么详细 当然没有 可是人跟人讲话之间 至少他没有故意要说谎 或是栽赃在这个周老师身上 这个非常的明确 可是塔律班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疯狗咬人你知道吗 就冲出来不分青红皂白 看到你身上懒的他们有色盲 可能只看到蓝跟绿 看到蓝的就咬上去 看到你就围剿 看到我是蓝的 蓝的 然后他看到柯文哲不是绿的 白色不是绿的 看到不是绿的就直接咬上去 然后也不管他咬了什么 也不管他为什么要咬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他后续的政治效益就变成 反而对柯文哲是加分的 就像很多民进党的先前打他仇女 以为打他仇女 然后把他民调打低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 我觉得他民调往下一点点 并不是因为丑女有什么发酵 而是因为国民党整体全代后之后团结 把过去曾经一度犹豫 要不要去投柯文哲的人 拉回国民党的身上 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他们一直在自爽说什么 因为716半失败 因为丑女 因为五月天 这个都是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事件中 自己生出来的 最后我再讲一下这个民进党议员 讲说假演唱会争募款 这东西你要先确认说 人家办了售票演唱会的银鱼 有转回去捐给 柯文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可能就有涉及 他政治现金 他的申报 应该要用一张一张票去申报 但他又一个公司的问题 但如果他的公司损益两平 然后他最后的盈余 也是由这家公司负担的话 照理来说他就不会涉及 所谓的政治现金的这个part 所以你们要去告之前 应该也要先把事情搞清楚 那我很期待你抓到柯文哲的把柄 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件事情 是 昨天柯文哲的演唱会 唱了很多首 包括阿妹的 特别一个他跟陈佩琪 深情对唱的时候 陈佩琪已经掉眼泪 然后想真的很抢戏 这对夫妻很抢戏 不管这怎么样 这个是有声量的 那除了柯P演唱会之外 郭台铭也送了花 就讲说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陈佩琪你觉得郭董送这个花的意思是怎么样 是希望还是希望 四出三意还是未来有机会 就说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 有没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 因为这句话以前柯文哲讲过 对 然后那郭台铭用这句话送给柯文哲 那其实用意其实很明显 那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比较稳 那我觉得大家有政治敏感度的 其实也是知道郭台铭 想要表达什么样子的政治讯息 其实不一定耶 一群人走可能会打架 是 一群人 对 一群人齐心走 你这个等一下又要党继处分 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巧琴讲的 就是那个郑知名老师 对 其实郑知名老师在前两天 他就已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已经说 因为他是这一次指导柯文哲演唱的老师嘛 已经有说 柯文哲这次表现得很好 进步很多 然后柯文哲在他那个演唱会的早上的时候 他也特别点名了就是郑知名老师 其实那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他讲的keyboard 讲的伴唱跟音乐指导就是郑知名老师 那结果在结束的时候 讲了五月天的keyboard 就好像让有一些人就觉得他说错了 没有说错啊 之前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郑知名老师 那你会觉得柯文哲会搞得清楚 五月天的keyboard手是小周老师 还是郑知名老师 因为他看到就是郑知名老师在谈keyboard嘛 那他就是很自然的就讲出keyboard是郑知名老师 所以这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个所谓的测意 测意不只是攻击柯文哲 不只攻击政治人物 不只攻击蓝营的 他连记者都攻击 太夸张了吧 我们记者 他们的筹法很简单 就是会找测意 把你在记者之间 跟自己的记者之间会聊天嘛 我们在脸书上会有一些 新闻议题上的一些对话 就是一些开玩笑 那都是没有开地球的 都是私人的 然后结果他们就会把你私人的截图 你一些你个人的主张 或是你个人的偏好 他就把你po到PTT上面 然后po到PTT上面就点名啦 譬如说TBS盘启明啦 或是联合报谁谁谁啦 或是东森谁谁 他就把你指名道姓的 把你贴到PTT上面 去接受那些相名的公审 那站在我们的立场会说 那是我私人的谈话的一个内容 唯有我的喜好 他没有影响到我在新闻上的一些 就是公正性 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你这样的一个 攻击公审 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就不敢讲话了嘛 会不会 我不会啊 可是人家就是想要打成这样的一个企图 我是觉得 彻翼攻击政治人物 那算了他们是可接受公平的人 你连记者的没有开地球的脸书 你都要攻击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是 所以彻翼真的脑袋不要烧掉 当然阿伯演唱会就说 他唱歌好不好听是一回事啦 连这样你要攻击他 那是不是把阿伯越打越旺呢 我觉得民党车衣 不是领了五毛就要办事 你办的事情有时候在导弹 反而是适得其绑 那我觉得民党车衣是这样 民党车衣攻击蓝军政治人物 攻击白色力量 甚至连记者也要围剿 那你对你自己的狗屁倒灶的事情 你怎么不去谈呢 最近包括内阁又有异动 我觉得最近的异动的情况实在是 一些不要讲说鸡犬升天 升了一些包括仇案值非常高的人 陈吉仲要接任农业部长 陈吉仲很多过去很多经典名言 包括鸡蛋买不到的时候 叫大家去买鸭蛋 然后石板鱼外销不够的时候 叫大家去吃什么肉 一大堆反正他的话实在是非常夸张 还有我们的那个 包括环境资源部的新任的部长 陈子敬 张子敬甚至被50个环保团体联名 说抗议 那这样子也要接部长 所以这次的所有的内阁 是不是说把农业部长 还有环境部长 这一些是把仇恨值最高的人 变成说把我抢去挡着 你通通去杀他们就好了 就杀不到郑文燦 杀不到陈建仁 阿姬你来看 这个人事布局 你觉得对内阁有加分吗 我就开始看到这个人事布局呢 又回到我们上次节目谈的 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 蔡英文总统显然真的是要不着痕迹的 要陷害赖青党 因为对不起喔 如果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位陈吉仲所谓石斑鱼还在长大 连鸡蛋都处理不好的所谓的部长 前农委会的主委 很抱歉喔 在我们的陈建仁内阁50天的时候 对不起喔 他一直都是民调最后的一位 都是仇恨值最高的 我们的陈吉仲 陈吉仲 那你现在各位想想看 现在川总统是什么人 是陈吉仲的 陈吉仲现在就说 他就说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了 他正在想办法 想方设法要增加他的一个 所谓选票的程度的时候 结果你竟然让一个仇恨值最高的 然后你看陈吉仲又上去了 我跟你讲 賴清德一定是干在心里 口难开 一定心里想 你现在是挑冲的吗 从我说2.5万你就加码到3.5万 反正我做什么 你表面上都在帮我 可是事实上你私底下都在害我 所以我觉得当陈吉仲讲这些 我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台湾人民虽然朴实善良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你们看到一下 他说这个对农渔民很照顾 我说夭壽 你去问南部的 中央所谓的这些农渔民 尤其是台南那些所谓的光电力 我说他给人撤得不好 撤一张 对没有错 所以现在你把这个人拿出来 所以蔡英文真的不安好心 第二个你看一下 我们这位所谓的新任的 这个所谓的环境部部长 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点机会 因为他现在对我来讲 不管他是不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中才 我不管 但是目前至少他是干净的 是一张白子 如果现在的环境部部长 他能够说全部都以专业来 所谓的进行的话 包含现在看得到二阶四阶 那种环评会议全部都被没收 反正我就不让你环团进来 我期待他能够是一个 这个校长 薛沐胜 对 否则他要看一下 他前任的张子敬 包含所谓里面的部分 对不起看一下 他是接转任政务委员 没错没错 没错 我的意思说 接下来这位环境部部长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 他不要再踏张子敬 张子敬你各位 你以为他真的想下来吗 没有 他连这种事情 所谓还被人家 包庇 包庇 被所谓的陈娇华 说他什么 不管是所谓的性骚扰案 所有的事情 包含我们刚才讲的 环评会议的所有的黑箱作业 这样的人 能够升任政务委员 对不起 你是把台湾的知识分子 全部都当成是白痴傻瓜吗 所以你才会看到 今天饶庆你我们的台中现场 我觉得 难怪所有的网友说高级酸 你看他把所有陈吉仲 所有的丰功伟业 包含鸡蛋 包含这个石斑鱼长不大 一直在长 所有你看到 全部都是一系列 非常噁烂的大戏 可是明显 容许我稍微回到上页 我一定要稍微批一下 刚刚的柯批的这个 对不起 我要提醒一下民进党政府 真不好意思 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这些人 假设人家去中国大陆 人家做实事 有什么不对 你今天跳出来 很抱歉 民进党不用假募款 所谓的真募款是为什么 对不起 你想想想 陈明文可以在高铁上 丢掉三百万 用行李霜 我都不好意思讲到海角七 那个三百万到底有没有下文 没有 没有 有查得出来吗 对 所以我说讲到这个 你不会觉得就M帖吗 你今天为什么 民进党不用政治陷阱 因为我随随便便 从光天立意八枪 我就全部都拿到了 你看到了今天如果说 他今天会做这个动作 只有一个原因 民进党赖清德的策略就是 重见诸侯而扫其力 他最希望的就是蓝白你们 两个谁也没有比较大 谁也比较小 我事成就可以当选 所以他在平衡报导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我说你看到现在 柯P的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问题 很抱歉 你不是说有政府会做事 你超前部署 你林延峰 还有这个所谓的延若帮 我也不要讲王帝宇八千块太贵的事情 你就直接提告 你就直接把他那 你不用用影射性 所谓的间接的影射杀伤力最大 请你就好好地做事 否则 我觉得你在搞这种事情下去 就像刚才小新讲的 台湾人其实到最后会累 原来你这些所谓的側翼 不过而而 因为网路有一句话 谁先认真 谁就输了 更何况 你一直狗就是 狗嘴突出象牙 你一直在玩弄这些梗 可是这些梗 大家一看 所谓启明刚才讲 连记者你都敢言上 你是打他牌子 是啊 你打狗也看主了 对不起 这些自身的媒体人 人家是吉良吉 你又是吉良吉 你不要笑死人 真的 刚刚阿齐帮大家回忆一下 陈明文的三百万到哪里去了 我帮大家复习一下 三百万当初陈明文的讲法是说 要给儿子去菲律宾 开珍珠奶茶店 后来没有去 拜托现在谁跟陈明文的儿子要选立委 国民党 国民党 争气一下好不好 每天搬三百万 或者说去陈明文 他儿子的俊选总部 就摆个珍珠奶茶 你又要开吗 当时要开 陈明文的儿子知道珍珠奶茶吗 所以这件事情要继续查下去 那请民你看 像这一个陈其重 包括张梓进 薛富胜当然是比较中性 可是从陈其重张梓进 都是争议值非常高 仇恨值非常高 当然阿姨的讲法是说 蔡英文在冲康 赖清德 那这是他的见解 请民你以媒体人的焦点来看 这一个他的人事布局 是不是在设下一个防火线 我通通把相关争议的 仇恨值高的摆上去 我觉得他还是有功能性 我先讲 因为我觉得网友下一个比较很有趣 一人得到极犬升天 极犬 对极犬升天 不好意思 可能用政务官用一些比较 攻击性的词句可能是不太好 不过这句话的确下的还不错 一人得到极犬升天 那陈其重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最主要我们拿一个数字来看 就是陈建仁在任职50天 他所做的一个内阁的一个民调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陈其重 对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就是陈其重 那争议性这么高的一个人 为什么还要让他去做 升级之后的农业部部长 还是有他的功能性吗 就有人整理出来他有四大功能性 第一个他凡事什么都是骂中共 遇到事情就是骂中共 我们骂中共最有名的两个部长 一个是吴钊燮 第二个就是陈其重 那会骂中共的 那对升红的他就有 巩固盘的这样子 巩固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什么政策都没有 就是大撒币 遇到事情就是给钱 然后农业补助 遇到一些灾损的一些认定 就是扩大认定 然后遇到一些状况 什么东西就是给钱 给钱怎么办 给钱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巩固农民票 巩固农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 对不对 这样功能性非常非常的明显 还有什么功能性 我们的政府 蔡政府要推 2025年的非核家园 非核家园跟农业部有什么关系 跟农委会有什么关系 种电嘛 余电共生嘛 那种电都在偷 不能说偷 种电都在抢农业用地 然后鱼电共生 下面的鱼可能死得差不多了 可是为了就是要那些电 要满足政府的2025年的 非核家园的政策 那最配合的是谁 就是陈其仲 就是 对 那还有一个功能性 它掌握了水利会的资源 那你可以看下去 就是水利会的资产 跟水利会的一些人事的一些布局 这四大功能跟什么有关 跟选举都有关 支援啊 对 那为什么要用它 那就是 陈其仲听话嘛 一人得到极权升天 他的人马全部上来 然后又可以帮绿营做非常非常多 选举上的安排 不用他用谁 是 所以刚刚启明了 果然是资深的记者 他掌握了煤钢 因为过去如果要补选的话 农委会 现在农业部 还有包括内政部 甚至卫福部 这些涉及到地方补助的 都掌握了重要的资源 在选举上会发挥重要的角色 不好意思我插播一下 他的一个丰功伟业还有什么 记不记得 那时候凤梨释迦的时候 结果他补贴那些凤梨 寄的运费比凤梨还贵 第二个 他任内的那个台农发 他说要帮助农民外销 那个亏掉资本的 亏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这样绩效的人 你让他去当农业部部长 那是请他拿到的 小夕你认为人事安排这样 对民党有加分吗 不是啊 我今天脸书才写一篇 我讲说陈吉仲 当了农业部长之后 干的第一件大事 是讲说赖清德太棒了 有总统的格局 鼓掌鼓掌 我们鼓掌一下 为什么要找陈吉仲的原因嘛 不是每一个政务官都可以 把这种事情讲得这么露骨 你知道吗 风骨啦 风骨 大多数的政务官 这样的启明跟党有个风骨在嘛 所以就算是去参加赖清德后援会 这种活动 也是就是讲一些什么政策而已 推广一下 以前马政府时代的政务官 你说去站台什么 也都是这样而已 第一次有人直接在台上讲说 赖清德就是有总统的格局 然后我仔细看说 那他为什么有总统的格局 他说因为呢 就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一直规划说要推这个农业部长 然后我想说那你废话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才能当部长啊 本来我只是个农业部 还有主委 如果农业部 没有升级变农业部的话 那我当不了部长 所以原来欣欣念念都在为自己求官嘛 所以我才觉得说像这种人 他就是拍马屁 从蔡英文拍到赖清德 那难怪可以做农业部长 可是我要讲 一个国家的悲哀就是这样子 像陈吉仲这样子的官员呢 不顾黎明百姓的喜好 就算是过去呢 曾经媒体投票 他是最第一名想要被换掉的部长 这个首长 一样 民进党照样用他 完全不顾民意 这个就是现在民进党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如果希望2024以后 不要再看到陈吉仲了 那你只有一个方式不好意思 就是呢整个问题 投票 是 刚刚乔薛有提到 陈吉仲接农业部长 陈吉仲他还说到 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之后 此生没有遗憾 不好意思我做部长我最大 真的是不要脸的最大 他哽咽啊 他差好减他没哽咽说 还哽咽 我等你好久了 一个部长 部长多少 此生真的没有遗憾 他有农业部长当的时候 已经哭过了 对对对 所以陈吉仲没有遗憾 那全台湾民众通通都是遗憾 所以怎么办 选举真的在野党要努力 不过在野党目前问题一大堆 无漏偏逢 炎月宇啊 今天最新的一个状况 最新的一个发展是 彰化彰化議长 谢典灵深夜的时候 宣布退出国民党 这是一个投入一个震撼弹 即南投议长之后 这是第2个议长 宣布退出国民党 那我今天早上也跟我们的 党内的大长官通过电话 他说他根据他掌握的讯息 可能陆陆续续还有好几个 传闻中有一份名单是 9个政府议长有可能会退党 我就跟他点一点 结果我们那个大长官 是点了一下大概5、6个啦 可是党内密集在疏通当中 不希望有这个连锁效应发生啦 可是谢点玲也在他的脸书 剖成说局势也变至今 变成同志间相互猜忌的一个 肃杀气氛喔 包括前几天林金杰跟郭台铭站台 那林金杰有秀了一个 包括他的那个扇子叫力挺 郭台铭参选总统 结果林金杰也被送了干净喔 那可是郭台铭前天到南投的时候 也跟许淑华跟国民党的立委同台 这个到底又要怎么去处理 那国民党的情况到底啊 国民党的团结 到底怎么样团结的方式 那到底跟郭台铭 柯文哲之间的互动红线 到底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情况才是踩红线 会被送党机喔 秦明你来看国民党这样 到底怎么继续整合下去 进一步到底要 请出王金平有效果吗 我早上有特别请我的记者打给谢典礼 就是我跟他通上电话 因为讲一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因为礼拜六跟礼拜天分别接待了 郭跟柯之后 然后选择在礼拜一 应该是说礼拜天的凌晨 礼拜一的凌晨 就是发表了这个退长宣言 他主要他的立场还是觉得说 他用了一个词啊 八仙过海各自努力 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在登山 他觉得 好像有一个国民党的党籍 对他来说是 现在来说对他而言是一个累赘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谢典礼 可是谢典礼很不选举啊 可是他跟郭走得就很近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想要对他姐姐有一个交代 因为姐姐谢一凤可能就是 现在副秘署长 对然后又是彰化县党部 主委对 所以他在地方上的确 如果你谢典礼 跟郭台铭或是跟柯文哲 走得近的时候 谢一凤的确是有一点点为难 那所以他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他做这个决定 也不是昨天做的决定 其实24号 我们从他脸书上就可以看到 他日期是压24号 那23号全代会之后 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决定要退党 那这件事情 他还有跟郭台铭有报告 因为郭台铭礼拜六有去嘛 那报告的时候郭台铭是说 好我知道了 可是你在我上飞机之后 你再做对外宣布 郭董今天去美国了 郭董昨天晚上去 昨天晚上去美国 就是不要在郭台铭 还在台湾的时候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像大家难看的一样宣布啦 其实这还是可以反映出 国民党在中南部 虽然金普冲有去做一些布局跟一些疏通 或是其他党内的去做一些疏通 可是看起来 谢点灵会不会是第一张骨牌 其实何振锋已经 南投的何振锋已经是第一张了 那谢点灵会不会是第二张 接下来就像您该提的 有八到九个目前掌握的讯息 好像也是这样子 因为媒体也有掌握这个讯息 对有掌握讯息 对就是大概八到九 可能不一定是议长 有些当然是第一帮 也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 所以就国民党要夺跑重 所以看起来风暴慢慢酝酿当中 党中央真的要紧急去重视这一个危机 阿姬你之前在党部也待过嘛 如果类似这个状况的话 包括主发会文传会怎么去处理啊 你觉得说到底党计 计出党计有没有作用 还有第二个 这个危机到底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把它化解掉 我应该讲说先下一个标啊 这件事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句话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就不可活 坦白讲我觉得谢典林现在这个做法 我觉得算是聪明的 他也不要让他姐姐难做 但是如果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质来讲 虽然晓芯现在在 我觉得我讲一句公道话 因为我现在不是党工 我只是一个政治评论员 今天之所以会造成这个状况 我觉得有三个方向要去看 第一个 今天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情 因为朱立伦当然必须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当时候大家就在讲 你不管从党内 泛兰到非律的整合的时候 那时候杨开顺老师还曾经讲过耐瘦度 耐打度 我先都不谈这个 今天也就是你这个游戏规则不清不楚 大家觉得奇怪 所以柯文哲当时候确实讲过 这个游戏规则不清不楚 你怎么会生这一招 所以这个规则始作俑者 我觉得朱立伦真的要想一想 到底何以致死 但话又说回来 对不起 你郭台铭又真的好棒棒吗 我也不这样看 我现在又要半年乌鴉了 你们大家都是拔调 拔牌丁都要拔贏 本来想说 头过新的过 我应该有机会赢 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 游戏规则怪怪的 有猫腻有鬼 你老师好 你就一开始说我没人 不可以这样 结果侯友宜跟郭台铭 你们两个都没说话 游戏规则拔下去了 现在输了 你又翻臉不认人 你这样不是很坏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你也不要讲的 好像感觉你好像也好棒棒 对不起 第三个刚才我们讲的 我跟启明在讲 那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金小刀 真坏事 你本来是负责操盘手的 就你现在变成重炮手 你的角色扮演很小 你就已经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打的时候 奇怪 以前蔡振云是我的长官 蔡振云跟邱毅 何须人物 你去打一个这样的人 他嘴巴多厉害 我的意思说你打狗看主人 你都没有想过你打的对象是谁 第二个好 你打了这些人 你觉得往上市打 就违反我们政治的游戏规则 上市不对下市 就他挑上了所谓的 以前他的下属 下属 罗志强 徐晓鑫 然后还有什么游淑卫 奇怪你现在是怎样 你现在的民电反正也招爬 鞋子也招爬 反正不管了你都乱爬 夜问一个打十个 所以金晓鑫的策略 除非让我们觉得说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将是老的辣 除非他有特别的用意 否则他所有出手的招式 你都觉得很奇怪 第三个我觉得 对不起 因为小新在这里 我说实话 每一个人那天我们有讲到 罗志强他讲说什么在舒适区 我说科技 政治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如果说我也要挑舒适区啊 所以那个没有错 所以林菁姐讲的那些话 包含徐晓鑫不好意思 就是说大家去主持这个 你要想想小鸡的处境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嘛 所以小鸡才要自己 唯一看一眼 唯一看一眼 所以他要自救啊 今天所以林菁姐才会讲 我想林菁姐这句话 国民党一团乱 郭欧泰民有来关心 没有错 他侯友宜有关心过我们吗 就是我们讲的 你侯友宜 他之前会挺猴的哦 对 侯友宜到底有没有那种 对 感觉人味 你让我觉得我自己是坑狗的 对啊 就你让林菁姐讲出这句话 现在如果林菁姐是最严厉的口头 现在我看 惨的啊 现在就点名了 欸 标准一样好不好 徐晓鑫 张思高 叶元芝 你看林菁姐这个话一出来了以后 所以我说王清明讲得很好嘛 你奇怪 你要先沉淀下来 你的角色办法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你要定位清楚 如果你是重炮手 那你干脆找我好了嘛 我开玩笑啦 我跟你说可是你是超盘手的状态 你怎么会感觉上侯友宜不见了 你变成岳主代表 你变成在帮他得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处的大气 整个乱流 回到我最原始讲 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 就是天作孽 有可为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好好棒 我说现在唯一一个躺着 晚上睡觉前会笑出来 就是赖清德 我都要不出手呢 我资料都传好了 我都要不怕你 你们国民党自己内部就这样搞 坦白讲 赖清德还拔剑四顾心茫茫 就是我已经赢了嘛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会非常的难看 轻者痛 愁者快 阿基刚才讲的没有错啦 民党其实有内部矛盾 可是他的内部矛盾 没有台面化 赖清德 其实很多英系的也在反赖清德 包括区域立委的整合的部分 很多民党的他的民主大联盟 很多退选 其实也是英系跟赖清德之间的 相互矛盾 可是这一个毕竟民党的矛盾 没有台面化 可是国民党的矛盾 此刻却在台面上 包括金捕冲金小刀 金老师杠上很多 我们的被提名的小鸡 一个打十个 甚至金老师也杠上了朱立伦主席 那我们现场有一个 也在煎熬当中的小鸡 小鸡你觉得这个情况到底 第一个我们的党记要怎么 这一刀怎么划下去 第二个就说 这一个目前的党内的纷扰 到底怎么收拾啊 第一个是我们会尊重 竞选办公室的选举节奏 那当然他们可能觉得说 这个事情在台面上这样子讲 可以比较快的让大家呢 可能台面下也能够静下来 这个我都尊重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也会希望尽可能的 快速的去把这个议题 告一个段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告一个段落 所有应该要去监督民进党的议题 都没有啊 都没有 甚至我准备好了 我丢出 不是说我不要拿出来 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把准备好东西丢出来以后 它就是打水漂 它的效益会非常差 CP值会很差 所以为了大家好 那我也只能再等一阵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 也不是没有人打议题 有一些议题也很不错 像比如说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讲结案的论文实现 或者是IMB的这个调查官 它有调查局的人员 它有没有跟人家是串联在一起 社会上有关注吗 没有关注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想说今天想要讲点什么 然后我看了所有的新闻媒体报道里面 没有任何在讨论民进党的事情 全部都是在讲说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如何又如何 我一个新闻都找不到几乎是 后来我写了一篇跟陈其仲有关的 那是我仅存找到我觉得还有攻击意义的内容 监督意义的内容 那我就想说 我不是要叫媒体说不要报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当媒体都在报这个时候 代表说我们国民党一定是有哪边 做得让他们很想讨论 那我们现在要转过来 是不是要像民进党那样子 内部的矛盾内部化解 而不是把内部的矛盾外部化 让大家不断 一点点OK 就比如说第一次杀鸡井猴可以 可是杀完之后是不是也应该要停下来了 应该要往内部去收敛了 那我也坦白说 我们这些小鸡是很好讲话的 因为我或罗志强或尤淑会或张思刚或叶元智 我们是没有家事背景的 我们不像很多的政治世家 很多的议长或副议长 他们的官大他们的家族大 他们真的可以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退党就退党 要这样就这样 反正姐姐也还在 那是一个人选郭台铭 一个人选侯友宜全家不会受害 这个就是他们的状况是如此嘛 我们没有啊 我们就是一个人 我们从自己什么都不是 然后往上去奋斗到现在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是很好讲话的 今天如果侯友宜办公室他觉得说 是不是有一些小鸡跟我们比较疏远 那你随时要跟我们同框 要跟我们伴佛 要做任何事情 我相信包含我在内的所有小鸡 我相信包含林津姐 都很愿意都会同意 可是没有啊 就是说可是选了从五月到现在 我也很不想要再批评侯友宜 因为我觉得越讲好像就是 越可怜这样也不对 可是从五月到现在 确实原知他讲的没有错 是从提名以后 确实没有约过 没有互动 没有约过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这个是我很想帮忙讲 但是事实就是没有 那是不是很多的策略也好 很多的沟通也好 很多的步调也好 那大家就没有办法一起打 这个是我们也不希望去干扰竞选 办公室的竞选节奏 所以这个时候你很难回头说 那是不是小鸡不跟我们一起合作 可是母鸡并没有想要小鸡帮忙 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那我也给一个建议就说 那侯友宜在这种状况下面 他怎么做最好 其实你就丢出几个议题来嘛 我举例来说 像丁特当时被出征攻击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跳出来讲说 我知道丁特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那又怎样 今天我挺他 我觉得他如果这样讲出来之后 大家会不会讨论 会讨论 所有的讨论焦点 就在侯友宜丁特跟柯文哲的身上嘛 然后一起共同的是去讲说 民党的侧义网军有多糟糕 赖清德他某种程度就被逼得出来回应 或者是被年轻人讨厌嘛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当然就自己站好一边啊 那国民党的人就选择站到侯友宜这边啊 我们就一起帮侯友宜讲话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如果我们都把时间跟心力全部的 放在党内的这些矛盾冲突上面 那自然你就不可能有时间 去外面监督民进党 这才是侯友宜民调拉不起来的原因 我并不觉得 谁跟郭台铭同框 谁跟许淑华 许淑华跟郭台铭同框 谢典玲跟郭台铭同框 林津妍跟郭台铭同框 是侯友宜民调下跌的原因 其实并没有 你可以看到郭台铭跟这些人同框 郭台铭民调有上升吗 也没有上升嘛 所以反过来推侯友宜的民调不高 并不是因为有一些小鸡 跟郭台铭同框或什么样 其实这并不影响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拿出一个让人家会感动的 让人家想要跟着你一起走的议题 用议题的空战去团结彼此 我觉得这才是上策 是刚巧新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国民党做一个在野党 监督执政党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比如说包括丁特被围剿的时候 国民党有没有表达 试图表达立场 不管说国民党那些上层人士 你对丁特有没有了解 你认不认识丁特 可是当民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在野党你的立场又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那第二个 刚刚巧新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监督在野党的部分 力道要拿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事情 那其他蒋结安这个事情论文抄袭 这些事情有很陷阱 虽然是 当然也是系出同盟 台大的国法所 就是被这些人搞烂的 就说从林志坚 蒋结安 甚至郑文燦 这些人真的把台大国法所 不好意思我是台大政研所 我听我们老师在讲 台大国法所 因为他们这些人是 我的老师跟我讲的 原本台大国法所 今年是要停招的 对要讨论 内部会议在讨论 这是真的 这不是新闻 是原本他们的社科院在讨论 台大国法所要停招 被这些人害的 蒋结安这个 这太夸张了啦 你拿到论文 而且论文 枪手是那个薛云峰 你看帮他代写论文 还说你看这个PPT 其实都有公布啦 强迫接受那个好意啦 我觉得这个就经典 就陷的 他的基要秘书 帮他写前三章 然后还给他说论文有哪里不妥 然后蒋结安那时候是当他的局长啦 还不满意耶 还说你在拖我时间吗 包括所有的对话都有出来了 找人家带笔 还可以这么呛瞎 所以我说蒋结安 然后还有郑文燦 林志坚一连串的学长学弟妹 一连串的真的作弊一条龙耶 现在蔡清德都不用讲话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持续延伤 可能跟林志坚当初的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谁要先骂 阿基你最看不下去 我看不下去 其实我看不下去的事情太多了 我觉得 可是我跟大家报道 真的是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蒋结安这件事情 你有觉得真的很神奇吗 对不起喔 他现在被薛云峰写得这么的清楚喔 结果你看看我们的赖清德 高标准 原来他的高标准就是他离开了以后 这叫做高标准 各位年轻人 这就是民进的高标准 否则我举一个啊 今天如果以 我现在先看那个始作俑者林志坚 你记不记得他最近把他那个捐款30万 捐给了那个两个妇女团体 然后你记不记得 林志坚的事情是怎么样 他的老师 国发所的老师说他最后要 他已经得了便宜又卖乖 拿到了台大的退休金 他讲了哪句话 阿通啊 对阿通说 这绝对是天岛的冤案 冤案 我绝对要继续追下去 林老师比较好 你要把你的土地啊 你要把林志坚 你千万不能策告 你不能跟余正皇 因为你是冤案啊 你两个要瞧好啊 所以我说今天我看到民进党的这些事情 他说刚才我说我觉得最恶心的 那就是说他强迫我接受他的好意 你蔣杰安才没个性 他叫你接受好意你就接受好意 民进党有这样的母位 所以我说现在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民进党从来没有 阿基 你说好意说 薛云峰主动要帮蔣杰安局长写论文 这就是好意 然后所以蔣杰安才对外讲说 薛云峰常常PUA他 PUA就是有点类似骚扰啦 我就这样 那我们的启明跟徐晓鑫 像我们 我们都元气这么败 都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 都没有人要给我好意 要主动选择 给人都要拿我还要资给我 那是民进党的人都这么好 所以我今天讲嘛 今天各位他没有高标准的原因 只有一个 今天你记不记得 那个之前另外一个延志发 结果还有那个庄硕汉 结果我就想嘛 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个性骚扰 案是攸关于你们的第二生命 你们一定要高标准的话 你就叫他不要策案 你要叫他司法提告到最后一案 所以我说延志发当时候 我说那个性骚扰那一定要用到下面的头吗 他是用的是手指头跟他的舌头 所以这有两案喔 抄袭论文 如果有PUA的话 这两案第一个 这个也要送PUA也要送信平会啊 所以我说现在薛云峰写得这么清楚了喔 对不起喔 这甚至还不只是抄袭喔 他比案件比林治监还要严重喔 他用权势来胁迫这个薛云峰喔 所以各位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如果赖清德对这件事只让蒋洁安走了 还有中央大决的喔 如果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想要传过水无人 要断碟啦 对要断碟 我跟你讲到现在台北市劳动局都还没有接受到 你去告一下这可以立案啊 对没有错 所以我就说拜托你们 台北市劳动局我们继续也追下去 还有小心 所以我说民进党所有东西都在玩假 所以当赖清德在讲这句话说 他是高标准的时候 好恶心你们这些大人们真的好恶心啦 因为果然是垃圾就这样 好 巧信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PUA 我觉得是他的推托支持啦 这个到底台北市的劳动局要不要立案啊 第二个抄袭这个一连串 真的是抄袭一条龙耶 你觉得这对民党已经请辞了 就会设定断点就停损了吗 我给大家看这个 这是所谓的枪手的邮件机 我们看是谁在PUA谁 我觉得反过来还差不多耶 他这个呢就是反正枪手嘛 就说我帮你写不是因为你是我长官 是因为呢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有答应你 因为我有守承诺 可是呢你现在当然我觉得很生疏 然后你看蒋介安怎么回的 他说呢如果针对论文你就有冒犯你 误会你跟你道歉 好来咯 他说可这确实是你之前主动提的约定喔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完成 那是谁要求谁要完成 我认为你应该完成 然后下一句呢我们是变得生疏喔 但是我很遗憾你只是把过错推到我身上 信任是慢慢瓦解的 你有很多我无法理解的行为 至少我和其他同仁没有相处的问题 是谁在PUA谁啊我要再问一次 这就是一种PUA嘛 就是说那个男生他希望说这个男的同事 希望说可以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又只好说好吗那我帮你写论文嘛 然后他就这个蒋介安就跟他讲说 虽然你说的没错我们变生疏 可是你看我跟其他人都很好 那显然是你的问题 那你说好要帮我写的论文 你现在还是要帮我写好然后呢再来 他说既然如此 论文我没有意见谢谢你的付出 也请辛苦把它完成 他这就在PUA啊 所以到底谁要PUA谁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人他显然他是被PUA的对象 他是很希望能够跟蒋介安保持关系跟亲近 但是被他有距离感了 所以他就赶快跑来说 那我要怎么样加强跟你的关系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把论文写完就会有好的关系 这到底是谁在PUA谁啊 所以这份文件看得很清楚嘛 所以蒋介安我就觉得真的很搞笑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呢的论文是 因为被对方威胁 然后对方帮你写的 不是这个逻辑已经语意完全不同 变成是我觉得这次政坛上面的笑话 所以呢从林志坚到蒋介安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硬拗跟说谎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过去很支持民进党 但现在非常讨厌民进党的原因 其实有写一本论文 大家去Google一下 都有行情都有价嘛 一本学术论文写前十章 写的还OK了 大概8万到10万 去Google一下这不要骗人了 所以就说蒋介安 当初PUA薛云峰写论文 是上对下局长对基要秘书的PUA而已吗 还是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这个真的要去查耶 我就请你来看 这件事情设定点就结束了吗 我补充一下蒋介安在跟这个枪手事件 是第二起喔 不是台大的 是中央大学的论文 所以台大的已经被认证 就是被撤销学位 他当然自己放弃了 可是已经被认证是抄袭了 然后可是中央大学的这个 所谓的枪手事件是第二起 他自爆的 那是不是应该再去查一查 那其实我觉得很可笑的是一个 就是刚才能跟你提到的这个台大国发所 台大国发所一门三劫 郑文燦 林志坚 蒋介安 都是台大国发所 都是被认定是不是有抄袭之嫌 然后被放弃了 就撤销了学位 那郑文燦跟林志坚 其实当时都有跟蒋介安同台 其实网路上都找得到画面 他们怎么介绍的 蒋介安两个硕士喔 双硕士喔 包括林志坚 林志坚还说 她是我学妹喔 她是我国发所的学妹 那国发所就出了这一门三劫 那我觉得更尴尬的是郑文燦 因为郑文燦等于是提拔 蒋介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 昨天就有记者去问郑文燦 对于蒋介安被台大认证抄袭 然后撤销学位这件事情 她有什么看法 我心里就想 问郑文燦多尴尬啊 那郑文燦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叫蒋介安的事情去问郑文燦 你叫郑文燦怎么回答 故意的啦 其实有些人还不知道 因为好像过了一阵子 好像郑文燦大家抄袭的事情 大家就忘了 那蒋介安这件事情 再唤起大家对郑文燦 你也是台大国发所 你也是被认证抄袭 你也被撤销学位 那一门三结 林志坚 郑文燦 蒋介安 那林志坚辞了 蒋介安也辞了 那郑文燦不用辞啊 郑文燦也辞啊 他跟我说他在行政院 那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嘛 这不是也是双重标准嘛 所以我觉得民党是该监督啦 刚巧兴讲到一个重点 在一党一直在乱 那执政党狗屁倒灶的事情 都不用监督吗 那其实今天选举发展了很多事情 很多政论节目也不讨论赖清德啦 当然第一个赖清德也没有收视率啦 第二个赖清德的政策提了一堆 很多绿台 青绿的丁绿台也都不愿意讨论啦 可是并不代表赖清德提出的事情不重要啊 完全不用监督啊 赖清德在最新的在地方之后 他提出了一个政策是长道3.0 0到6岁国交氧2.0 这些问题其实提出的这些到底金额从哪里来 6岁到国交氧 0到6岁国交氧2.0 需要多少钱 包括长照3.0 这些都需要预算耶 那民党一直举债举债那么多 我给大家看 前瞻预算哦 这还没结束哦 第三期而已 未长债务已经5.6兆了 我刚去计算一下哦 5.6兆大概平均一个人多少 一个人二十几万耶 吓死人 没有刚出生就负债二十几万了 国债中说一个人二十七万 是哦 吓死人二十几万耶 那前瞻预算第三期 也刚刚也被 被那个审计部公布之后 也被监督 联合报也做了一个专题哦 轨道建设开了那么多 那真的 各县市债务危机 包括各县市举债 自行负担的这些钱 大家都可以承担的了吗 所以我觉得 赖清德一直抛政策牛肉 在政策买票 那这些真的不需要监督吗 小心来看哦 像赖清德一直抛政策牛肉 大家也不讨论 你觉得这些事情 是不是变成一个 政策买单或政策买票 其实基本上呢 赖清德的处理方式 他所谓的政策 就全部都是在撒币 不管是说过去 你可以看到他讲说 这个学费全免 或是什么长照三年 零到六岁国家 全部都是在花钱 所以最近其实政坛上 有一个议题哦 很多人在讨论 那因为涉及到这个预算 跟数字比较复杂 所以一般民众 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觉 但我们讲白一点就是 民进党这七年来用 特别预算乱花钱 这个是一个这个事实 那从前瞻计划 然后到疫情期间的特别预算 到后疫情时期的特别预算 全部都用特别预算的方式 不断的把钱花出去 尤其在前瞻计划上面 你可以看到 各个县市的执行率 都非常的差 然后很多你说叫做 前瞻基础发展计划 可是你去细看它的细节 很多在盖停车厂 然后做一些比较旧的 这种类似绑装的建设 然后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分道特别多 据实际上讲台北市分道的 就钱就非常少 可是高雄就比台北市 多一千亿 你就知道这些钱 就是专门去给民进党的 执政县市去花用的 那你编排在一般的预算编制里面 你去用一个特别预算 去跌床嫁务 这本来就已经很不符合 我们在民主制度里面的 包含是监督 跟权力的对等的这个原则 那赖清德他过去 也是做过行政院长 我们门星自问 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做得好吗 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 劳工要跟老板一起做功德 一力一修的事件 所以他当时是在 处理国政上面处理的不好 才被换掉的 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看到他现在推了这么多 看起来像是政策的东西的时候 你回头检视 行政院长是在国家里面 非常有权力的 他基本上仅次于总统 我觉得比副总统的实权来得更大 甚至很多以我们宪法来说 他的权力跟总统 其实已经是差不多 他只是不管国防外交这些的 但是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如果做得很烂 那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当总统能够做好 你去看相对应的侯友宜好了 侯友宜在新北市 他做新北市长的满意度 一直以来都很高 他的新北市政一直都做得很好 而且他包含五谷山 垃圾山 他解决了很多很难解决的难题 那这是因为他新北市长做得好 所以你会相信说未来他如果执政的话 他做总统能够做得好 可是你反过头来看 赖清德做台南市长有做好吗 你看到赖清德现在的台南变什么样子了 88枪啊 光电事件啊 收贿的 信招贷的啊 再加上什么呢 不进议会 完全不尊重民主价值 然后他到了行政院之后 一例一休的功德事件还有很多 其实他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今天提这个政策 为什么大家的关注度也很低的原因 就是他其实没有太多处理国政的能力 目前赖清德的民调领先 完全就是因为在野的分裂 所以他才能躺在那边选 那如果在野没有分裂 变成是整合或是整个在野的选择拉出来了 那跟民进党可以去PK的时候 那我觉得赖清德到时候 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是一个危险的状态 是 所以赖清德是作为执政党 而且他是副总统都有参与国安会议 他提出台湾主权就是土地所有权 这论述到底是哪一个论述 国家的组成除了土地人民 还有其他的一个几个概念之外 赖清德这是不是扭曲了 还有他提了两个原则 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 好像之前他有提过 他愿意跟习近平晚餐啊 今年来看他提了这种两岸论误 甚至趴了很多政策牛肉 这到底在骗选票 到底有效吗 所以我说善良的台湾人民 我说自己的国家要自己叫 你现在看一下赖清德的背板的时候 我们先讲 其实赖清德讲到真的 人家蔡英文做的司法真的做很多啊 他现在把最高所谓的宪法大法官 全部都变他的啦 还有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不是他的亲戚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 一个最高检察庭的 是他的一个职儿 对不起 民进党蔡英文做很多呢 你怎么可以 赖清德你怎么可以做 蔡英文没有做事情 一事无成他做很多啊 全部都弄用自己人 回过头来刚才讲的 小心讲说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知水利亚 我跟大家报告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特别被 债留子孙 现在变成是债留真孙 我们刚才讲 可能国债中可能27万 对不起 各位他在七年内推出了11项特别预算 我本来也想一想 哎呦 那你这么夭壽这么刚好 7-11 那不是全家就是全家就是你家就是我家 各位他现在最可恶的就是所谓的 把特别预算常态化 也就是我们讲的 不管是把所有的计划 都是先射箭再画吧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包含我们讲的环境影响评估 还有债务的滞长率 他全部通通都没有做 所以你今天来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背板 他说哇 罗秉承我也觉得他真的是个当官的料啦 他说赖清德是一个重民族 民族很深的人 对民族相当热爱 刚才小新也提到了 他有进议会吗 我们投了所有的四大公投 你记不记得你当记者的时候 飞弹公投 我们的十项沟通 最近通过的所谓的乙和养律 他们有尊重我们的民意吗 有尊重吗 赖清德你身公 你现在是跟吕秀莲一样 变成外星人 还是说身公怨妇 你真的有种民族很深吧 再来 你讲说台湾主权这件事 我只讲一件事很简单 炸七一半现在怎么处理 还有我们之前的钓鱼台 还有立陶宛的事情 你真的有把台湾的主权当成主权吗 昨天的新闻如果没有是假 不是假新闻 不是我们有一个消防队员 自费去参加 结果说国旗要卸下来 消防署还警政署 我们蔡英文政府 你有说真的 你有重视你的主权吗 所以没有错 小新没有讲错 所有现在赖金的政策 他跟存级之后是同一等级 同一流的啦 反正就是赢钱 反正我就没错 然后就想办法再留子孙 所以我还是讲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台湾只是会越来越落水小 我来补充一下 前瞻预算中央总共补租地方 5358亿 那民党执政五个县市 就拿到了占了四成的补助款 其中高雄拿了1265亿 占了四分之一啦 所以五个民党执政的县市 拿了全部的预算的40% 你觉得很奇怪吗 到底是不是读后 民党执政县市 前瞻预算怎么去执行 这个还要持续监督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这一个人事的议题 其实包括民党高层 有没有插手警戒的人士 这从IMB延续下来 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立委黄威 前几天又针对那个IMB的案子 又有开记者会 他有提到说 包括调查局的内部的高层 是不是有卷入IMB的案子里面 那这些案子又延伸出来 包括民党过去 有没有介入警戒高层人士 是不是一通电话 就可以调整三线一新啊 两线三星这些中高阶的警察 是不是因为你县市首长就可以介入 过去也有相关的在IMB报导的时候 包括也有提到说 郑文燦介入警戒人士 那当然郑文燦也有否认 警政署也有否认 可是不容会言这些会声会影 无风不起让 那IMB这个事情要继续查下去 那特别警察人士这个 当然警察跟军警人士都要行政中立 可是是不是说政治力介入就可以改变了 启明你资深媒体的人来看 IMB这个案子到此为止吗 还是说这个案子会持续延烧呢 到目前为止 当然王宏威委员还是持续警咬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提到了 前几天我们新闻都有做 就是有一个里面可能设案的 就是一个谎姓的一个嫌疑人 不好意思 我可能这样看得清楚一点点 他特别提到是说有调查官介入 然后这个调查官呢 是不是有一些交换利益的条件 然后因为他有涉入这个IMB的投资 然后我把利息付给你 然后交换不要立案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到目前为止 整个官方跟这个IMB的这些诈骗案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委员方面所掌握的一些消息 还是很明确的 就是拿出了一个实际的录音档 然后那我们的法务部有没有去调查 这件事情公布之后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听到法务部 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回应 那这个诈骗案的确是我们全民 到目前为止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 而且甚至IMB的这件事情 又跟民进党有一些关系嘛 那是不是要把它调查清楚 那国民党方面要紧咬不放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警政的部分 看起来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安排 警察重不重要 警察在选举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7万警察大军 他们影响的 跟选举有关的就三个层面嘛 查会 然后赌盘 然后另外就是不时消息的一些查证 这个东西我相信警察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遵守行政中立的 可是有没有借由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调度安排 然后做一些职务上的一些引诱 然后有一些影响选情的这些发生 所以警察人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还是期待在整个选举 是给我们一个公正一个客观的一个环境 警察不要介入这样整个选举的一些影响 是所以IMB的案子怎么继续发展下去 宏威手上还有其他的爆料 那不只宏威而已 包括巧新 包括淑慧 包括志强 甚至我手上都有陆陆续续有人爆料 只是我们还没有出手而已 因为国民党现在还在内乱 自己在乱我们出手的话 一样就被掩盖过去了 我们其实陆陆续续很多人 包括透过email 包括我们的粉丝团 其实都有丢东西给我们 这些东西其实大家手上都可以串流一下 那未来怎么去做发展跟选举相关的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样 民主之间还是要政党轮替 那执政党还是要持续监督 这也是我们湘民监察院 开节目的一个目的 监督是监督执政党 当然不是说在野党完全不能受公平 所以湘民监察院 我们下礼拜一继续查案 我们继续查下去 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也拜托大家 多多按赞订阅加分享 拜托大家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